如何才能拥有像李亦菲这样的同事呀 刘亦菲在拍摄完梦玉路后 邀了团队里每个人的微信 在沙腔的那天 李亦菲更是为每个人准备了一款LV的礼物 我真的有上一部戏拍摄沙青的时候 真的送给了我们部门很多同事LV的礼物 他们都很开心 送给刘亦和林云的是一副LV的项链 最近收到最喜欢的礼物 是我们梦玉路沙青的时候 收到的来自刘亦菲同学的沙青礼物 他真的很用心 他给主创啊 还有我们对手的演员啊 都准备了不一样的礼物 我跟林云收到的都是项链 然后我们当时就惊呆了 刘亦菲的货床换成是你的闺蜜 肯定心疼都睡不着了 同一次见有人送这么贵的礼物 另外刘亦菲还送了柳颜四片 价值四千元的面膜 合计一片面膜一千块钱呀 这辈子我们也见过这么贵的面膜 如果说个刘亦菲做朋友有罪 那么这个罪我希望是十恶不舍 不过刘亦菲对自己却相当的口门 在梦花路片场 刘亦菲经常围着一条黑色围巾 穿着一件紫色的羽绒服 这是刘亦菲出的二十多年 促进率最高的衣服了 尤其这件紫色的羽绒服 从2001年穿到现在 至今有12年的历史了 刘亦菲没有淘汰 反而去剧主都穿着它 但刘亦菲的这把椅子 历史更有久 在剧主陪伴了她22年 自所以不舍得丢弃 因为这把椅子是刘亦菲 第一次拍戏妈妈特意买的 椅子呀什么的 舍不得扔 用顺手了真的很好用 因为你用它 用顺手一定是有原因的 颈椎不好 但我那个椅子 是可以正好把我的 武装的头啊什么就好 正好可以架在这边 又很轻 我就立即带给她 质量非常好 这把椅子到现在 不仅没有包奖 而且崭心如初 被刘亦菲保护得很好 其实是因为刘亦菲练旧 而并非是对自己扣买 要是现在的网购如此发达 想要买妈妈的同传 也是很容易 但刘亦菲 再把椅子价格不肥 在网上根本买不到 她就说万一这个凳子 哪天破个洞 或者不能用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上搜搜看 然后就网上搜 有蓝色的黄色的 都有类似款 但就是没有一模一样的 别犯刘亦菲身上的 每件物品都不起眼 但都是大牌 价格不肥 是普通老百姓 望神莫及的 正是因为练就的性格 刘亦菲一件东西 用习惯 但是怎么做到 又扩瘦又扣门的呢